对欧洲车而言的话 这个供应链影响可能稍微小一点点 因为毕竟从中国需要领件 它是坐船过去 所以我们都还有两三个月的一个缓冲期 强调产线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车厂照常出车 而且才刚刚宣布上市 短短十天200台的配额就统统抢定一空 难怪捷克车商信心满满 还把全新上市的仙背车试驾 场地拉到了小琉球 要用碧海蓝天的岛屿旅行 体验仙背车旅行的乐趣 俐落的车身线条勾勒出车身的腰线 让车长超过4米的仙背车 看起来更具设计感 再加上使用了MQB A0的底盘 缩小了引擎式的体积 把空间留给了乘坐跟后车厢 而另外电动尾门更是同级车 相当罕见的标配 难怪小排气量也能爆充 卖出好成绩 这几年的销售其实跟 仙背车和SUV都有一定的成长 那这个成长我觉得就是来自于说 用车环境 大家对车子使用的想法的改变 仙背车这个相对比较灵巧的车身尺寸上面提供了最大的空间 乘坐的空间行李空间都非常的宽广 其实超越了一般仙背车的认知 那安全上又非常的齐全 同时也提供非常多先进的辅助科技 所以在空间安全上 我觉得他们都 这个车子都建立了一个新的标准 而台湾唯一的珊瑚礁离岛 环岛路线小山丘高低起伏多 道路弯弯曲曲 也考验新车款 在岛屿中灵活穿梭的操控能力 因为这个小琉球 它的属于比较多 上下起伏的道路比较多 然后弯道也稍微多一点 所以其实在开起来 这个动力输出 其实它的反馈是蛮快的 而且这个转弯的指向性 也是算是非常的灵敏的 路面碰到比较不停的 特别不平的时候 特别是有一些碎石子的路段 其实在车内是听不到什么噪音的 搭载1.0升直列三缸的Skela 拥有115匹马力 扭力达到了20.4公斤米 虽然从0加速到100公里 要9.9秒 但是却拥有平均油耗 每公升17.7公里的亮眼成绩 而且也是捷克车商 首次导入中文的界面 中央的地方 它还有一个萤幕 它们叫做freestanding 就是悬浮式的设计 在这里你可以操控 像是收音机多媒体等等的 跟以往的设计不一样的地方在 就是这个冷气的部分 空调这个风扇的大小 要从萤幕上面这里来操作 它没有像一般的 以前以往的车款 是直接有这个旋钮可以来控制的 Skela来势汹汹 瞄准的就是去年销售翻两番的 福特Focus 以及颇受车迷喜爱的 Mazda 3 虽然在价格上 以欧系的Skela最高 但是Focus价格清明 再加上百万等级以上的V40 E系列跟A-Class等等 也确立了先被车款跟SUV 为当前车市的两股当红选择 车内空间大运用更为便利的休旅车 早已确立全球热销的试况 而同样强调空间使用灵活的先被车 更符合年轻人偏好的个性化 跟CP值高的优点 所以先被车款在台湾 每年都有将近四万台的销售 更奠定先被车 具有高人气的市场地位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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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